來, 去吧 各方游魂野鬼 我們這次怪談靈異直播 在這裡做直播, 請受令 各位先人, 各位路過的朋友 少小心意出來收夜 歡迎大家收看《乖談靈異直播》 這次我們來到八鄉的一個 氣志的骨灰牆製作靈異直播 文說這裡是很猛鬼的 其實我也感覺到嗜好 因為一開始頭髮已經很痛了 我們出了兩集 已經引起全城的行動 不僅是媒體,甚至網上 也有很多人討論 我們的靈異直播 究竟是否不斷惹了很多靈異 沒錯,特別是討論區 很多家庭觀眾都有留言 特別是上一集郭先生的電話 大家都說非常恐怖 亦有不少家庭觀眾留言 留下求助個案,想我們幫助他們 我想告訴你,上星期的電話 我到現在為止,還很害怕 這星期的嘉賓是在泰國學法 亦學這個黑毛術的陳玉芝師傅 師傅,你好 陳師傅,你好 我剛才也說過 可兒也說過 網上有相當多留言 留言說有跟我們節目的東西 有時看到不同在我們背面的靈體經過 但其中有朋友很想問問師傅 他搬去大型屋苑 大概三個月左右 他開始發現屋裡有人說話 但不是自己的家人 有人跟他說,你很扯 然後他有一個人聽到 後來就是他丈夫也聽到 然後他就說 如果他發現他搬不到 他可以怎樣做呢 其實首先要看看這位朋友 他自己本身有沒有宗教信 但通常一般有這些情況 他的瓷場已經是他的副瓷場 我們叫做 通常一般來說 如果家裡不能搬到 又沒有宗教信仰的話 我會建議他 首先可以的話 就去找一些師傅 回來家裡 靜化一下瓷場 然後再作擺設 或者我甚麼都不想請師傅 簡單方面一點 就是可以供一些 泰國很簡單的 我們叫滅魔刀 一些性物 就可以說回家供奉 這樣就可以了 你知不知道 在我們這些萬鬼地方 做靈異直播 很容易會有訊號中斷 就像上星期一樣 就起了一格仔 但幸好 我們早就準備了 控制室那邊 就有Suey在 謝謝師傅 剛才我也是跟家庭觀眾一樣 看上一集在墳場的 靈異直播 都依然覺得很害怕 今集我們的靈異直播 就在八鄉的骨灰樓那裡 一會兒不知道會發生甚麼事 其實我都替他們很擔心 不過怎樣也好 我做好我現在在直播室的職責 就是接聽觀眾的電話 不過說起接電話 我就想起上一集 郭先生 他真的很恐怖 那把聲音其實留在我的腦上 整個禮拜 我的心情其實挺矛盾 我也不知道會否再接這類型的電話 但怎樣也好 家庭觀眾 好像以往一樣 如果在電視機上 看到一些靈異的畫面出現的時候 可以帶來 183-1121跟我們分享 又或者對我們的靈探有興趣 可以送我們怪談的 官方網址看看 或者電郵給我們 現在看看白鄉骨灰樓有甚麼來龍去脈 在香港 人無安樂窩 鬼無安息地 就是因為這樣 將本來劃分得清清楚楚的陰陽界 搞到陰陽不分 人住的地方稱為陽宅 鬼住的地方稱為鬼屋 為甚麼偏偏在陰居之中 會有人營造出一間鬼屋呢 或者命命之中有一種力量 造成一個又一個的錯誤 最後 令到被生人逼得無處何居的陰靈 提供了一個理想的棲息地 串屋本來就不應該拿來做骨灰場 但是在元朗這裡 有人不僅如此做 而且還將骨灰棄置 沒有人供奉 沒有人帶 這個人造的幽暗建築 竟然建在一個被大樹包圍的位置 骨灰樓被棄置之後 整座建築物 爬滿了爛壇植物 對人說 這類植物也是最吸引的陰氣 本來用來掙扎的石獸 被人遺棄了 反而成為怨念依附的長徵 一錯再錯 這個陰魂居所就坐落在植草重生的小徑後面 如果有一天你闖入這個領域 裡面的住客會不會讓你離開呢 是 陳師傅 剛才你看過 這是一個棄置了的骨灰牆 你已經來過了 是 上面還有骨灰鞋 骨灰在那裡 那為甚麼人不帶走 因為這裡已經荒奮了很久 是 我想有些可能已經移居了外地 根本就不知道這裡已經荒奮了 那它就變成遊魂野鬼了 是的 不停地停留在這裡 好 師傅 你已經上過去 我是第一次的 我們不如現在進去 跟觀眾一起 觀眾跟我一樣 也是第一次進去的 我們現在進去看看 裡面是怎樣的 好嗎 現在… 先慢著 我… 不是 我忘了開電筒了 大哥 很黑 行行行 來吧 但這裡看進去 它有土地 又… 有隻貓 是貓 OK 有人住… 這裡… 這是甚麼 一張皮而已 皮來的 你看到 其實這裡應該 之前是有人住過的 但現在… 但別想說,剛才我走進去時 我有點害怕,因為像有人躺在這裡 我想這裡很久沒有人回來 是 小心點 好的… 我們來到第二層… 這裡是一樓嗎?這裡是一樓 是一樓 我們看到有些… 這是甚麼?你放在這裡嗎? 不是…這裡原本就是這樣 我們不動它了,這些東西 好… 留得它在這裡,它是怎樣就是怎樣 好 這裡,一樓 那就有些… 這些是像那些… 別人裝修完後,把東西都放在這裡 不再離開 對,沒錯 好像很久沒有人裝修過 但為何他們不撿走? 可能… 發生甚麼事? 為何不撿走? 好 可能因為這裡… 在原… 小心吧 這裡沒有難度 這裡很大 會掉下去的 對,小心點 好…師傅,你先上去吧,來… 我可能因為這裡做了一半 然後停工 是 於是人們把東西都放在這裡 我們來到這裡,頂樓了 小心點 因為師傅,你已經放了壇 已經在家裡 是 所以要小心點 小心點,這裡有個壇 這裡 師傅…你看 這裡很… 原來骨灰瓶還有很多 是的 裡面還有骨灰在這裡 而且有一些還寫了名字 你略略看清楚點 我看到了… 都有寫名字 我看到了… 而且裡面還有骨灰在這裡 是… 我簡直是… 因為剛才… 不是,我看到了名字 是的,你也看到了 不好意思… 你可以先拜託 不好意思… 你看看,全部都有名有姓 是 但他們一直都不拿走 那他們要停留在這裡 是的,如果他們沒有拿走的話 基本上家屬不知道 原來這裡已經荒廢了 或者可能根本就不在香港 變成他們會停留不前 不停地在這裡、徘徊 剛才我已經做了一點的 一些超度法事 亦給了他們一些貢品 亦等於一個打招呼的意思 我剛才想問師傅一件事 就是他一直這樣 他又不拿走 那要一直放這麼久… 可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是的 如果他一直沒有人理 直到下一次 可能人家說要重建 那他也一樣留在這裡 那我想問一件事 如果今晚我們在這裡 這個骨灰牆 在這裡招靈體 給一些靈探 然後他們能否跟他溝通呢 相當容易 相當容易,是嗎 或者他們有甚麼要求 或者想家人帶他們離開 也可能會發生的 那馬上看看 在白鄉的這個 荒廢了的骨灰牆裡 日後究竟是怎樣的呢 本來應該葬身有地 但是突然間變成無主孤魂 到底是天意還是人為 未建好就已經荒廢的骨灰樓 到底是有人怕他破壞風水 還是這裡的風水 本身就有問題呢 師傅 這天我們來到白鄉 一個荒廢的骨灰樓陷拆 其實剛才一路沿途進來 感覺都沒有特別 直到這裡之後 就好像覺得很舒服 尤其看到那麼多石櫳 會不會就是我自己的心理作用呢 其實一般來說 這些石櫳通常要經過開關或加持才會有用 我想這裡之前前身 都是一些廟宇 或者想像到一些暗塘的地方 現在可能已經荒廢了太久了 你說還有沒有用呢 其實我相信已經沒有用了 這裡開始感覺到很涼狀 針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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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那麼烈日當空的時間還是這樣 告訴你很多靈感朋友都已經在一起吃 可兒 來到這裡 身後面你看到的房子 你有甚麼感覺 我覺得很荒廢 而且看到很多冷藏的寺寺 都沒有包圍整間房子 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裡這間房子 留意一下 四個方向 不同方向 都是重重地被大樹包圍住的 一天二十四個小時 都是密不透光的 但是呢 它是很陰涼的 是啊 任何時候都是 太陽曬不來進來的 是很容易再陰的 當這個地方這麼容易再陰的時候 是絕對適合靈界朋友 去淒息和生命的 陳師傅突然間 好像有所發現似 上了去骨灰樓的二樓 雖然說 這裡很適合靈體棲息 難道日光日霸 這裡的怨氣都這麼重 整個瀑布在火鍋頭上 剛才我走上來的時候 這個位置 留意一下 是不是在哪個牌 又卡住了 有時開始 所有靈界朋友都會聚集在這裡 其實現在三樓 我覺得這個位置好 現在又沒有 在我三樓 聽到陳師傅這麼說 這裡果然日後都充滿怨靈 不過聚集的靈體 究竟是來自無人供奉的骨灰 還是來自各方的游泳影 師傅,看完之後整個環境 你覺得這裡是否適合我們做現場直播 甚至是招靈 這裡是適合的 如果我們在現場招靈的話 師傅也會覺得我們 或是會招到另一個朋友 是的 對,沒錯 沒錯 這是一個合適的地方 但其實我也想問問師傅 剛才師傅 你不是說三樓是聚集的嗎 會不會在骨灰庵那邊的先人 過了三樓那邊嗎 其實我想不會的 除了骨灰庵那些之外 當我擺壇的時候 很多周邊的靈界朋友都會聚在一起 會不會因為整個環境 其實很多孤雲野鬼 當然,其實到處都有 待會我們有靈探 待會在這裡用什麼儀式 嘗試跟靈體溝通呢 待會我會做一個泰國法科的法師 我會先請神 然後我才會再做一個招令 喂,下一節回來 我們就會上司 就開了這個靈界的門 跟我們溝通 剛才是四樓後 等他走了 看到對面那條廣的涼領 有兩個好像黑衣一樣 好像人形一樣 遠看就好像穿一件白色衣 和一件黑色衣 但是我們看到後面的東西 大家好,我是Chen三十歲 一開門就聽到很恐怖的 真的好像拍電影的鬼叫 是在頭殼頂上溫下來的 現在說起都沒有管道 家庭觀眾跟我一樣 都有第一次來到這裡 而我們這次會打開一條 跟靈界溝通的路 有三位靈探可以跟他們溝通 但不知道是否上星期 因為Bubo的事件 這次就有一個靈探臨時脫下了 所以剛才介紹的時候 只是聽到兩位朋友 當中包括阿倫和Ken 阿倫 你很想嘗試跟靈體接觸 是,很想嘗試 為甚麼都這麼想呢 以前見過一次 以前見過一次? 就是剛才你說的黑白影嗎 是,沒錯 我想問問黑白影 你估計它是甚麼? 好像一陣煙一樣 即是前面有一陣白煙 有一陣黑煙 是 但會不會是… 我以前聽過鬼故事 我不是嚇你 因為有些人說 黑白無常會帶一些即將死的人走 而你同一時間看到黑煙和白煙 那些會不會是黑白無常帶人走? 我又不清楚 那些會不會是黑白無常帶人走 好了,嘩 這樣就輪到Ken 為甚麼你這麼想跟靈體接觸 我…好奇 好奇,但你的嘴巴正在鎮 你怎麼這麼鎮 即是聽別人說就說得多 或者聽節目或看節目時 都聽過很多,好像很恐怖 但真的來到現場 有一個近距離的經驗就未有 但你也知道 上個星期 真的有靈體進入了Bubbo的身上 但這次你們要小心一點 我們一定有師傅在場 如果你們發生甚麼事 我們只要捱身就可以了 是嗎? 好,我們馬上請陳師傅和可兒進來 我們即將會在這個荒廢的骨灰牆裡 嘗試跟靈體接觸 陳師傅 我們就安排了他們 因為少了一個人 少了一個靈探 我們要用一個打麻雀的儀式引他們下來 不如我們欠一個位置 不如叫可兒坐下去 可兒 我不會打麻雀的 你不用的,你洗牌就可以了 是 沒事的,不用怕 師傅會教你 因為三缺一才能引起你 即是二缺二就對了 好,我們現在嘗試和阿倫和Ken 加上你 就走進去嘗試做這個 跟靈體接觸的一個招魂 好,我們馬上去 馬上去 哇,我們馬上去準備好了 OK 好了 OK 你們喜歡怎樣坐就怎樣坐 是 但是要留一個位置出來 這個位置是給另一個朋友的 是 你們三個坐在這裡 可兒選了那個位置 這是甚麼儀式去跟他們溝通呢 其實這個儀式 我首先不建議他們在樓上做 因為是比較危險的 因為你看到全部都沒有防難 甚麼都沒有 如果萬一他們有甚麼事 或者他們是中了 或者是上身 我想他們會失寒的時候 相當危險 可能會跳下來 但我們一直在上面引他們下來 我們就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不是的 我們會先在上面請神 然後再做一個招令 然後叫他們慢慢在下面 給經文他們唸 給經文他們唸 然後叫他們開始打招 首先他們要先點蠟燭 首先你們各自要點蠟燭 你身邊的白蠟燭 零淡才會哭 為甚麼又是這樣的 是 好 著蠟燭 那個人因為嚇到 所以不敢來 所以我們要有三個人 我們待會真的要洗牌 我看到有些糖果和一個位置 如果那個靈體要來 他自己就會坐在那個位置 對嗎 沒錯 好 好 好 他不一定坐在這個位置 可能他有權坐在任何一個位置 好 那他們現在要做甚麼 是不是開始要碰著麻雀燭 接著呢 首先我們要讓開給他們一支香 你們每人拿著一支香 每人給他們一支香 拿著一支香 然後放在你們旁邊 就像麻雀燭上的那些 放一支香 然後把桌上的糖 分成四份 放在你們旁邊 是 是 接著我們就上去請神 就叫靈體下來這裡 沒錯 好 你們照做 我們現在上去 好 其實這一層 跟剛才我們上去的一層是不同的 這一層 為甚麼我經常都不記得 小心點 可以 這個 阿可兒 你跟著我們做 你有個對講機 你坐在哪裡 會不會坐在我們 有個對講機在你那裡 你拿著那個對講機跟我談 但師傅 阿可兒 你說他坐在哪裡 他會不會坐在我們上面 他可以坐在任何一個位置 或者如果他覺得他很想上你身 他也可以用上你身的方法 你不要這樣嚇就可以了 他已經… 你們現在感覺如何 我們現在呢 其實就上到一層最陰邪的三樓 一層呢 是甚麼 陳師傅就已經設置了一些東西 現在呢 陳師傅就會做一個請神的儀式 跟著就再把靈體 就慢慢請到你們下面 三位靈下 三位靈下 是嗎 可以 那跟著呢 陳師傅就會在這裡請神 請完神之後 跟著就會將靈體 叫到你們身邊 OK 好了 我們現在在上面做的 就是 就是陳師傅要做了 OK 請神的儀式 好了 那我們現在要做些甚麼 你們暫時保持著一個輕鬆的心情 因為我們在上面呢 就… 對了 就開始請神 是… 你們可以就一路動著麻雀先 對 因為我們上面現在呢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陳師傅呢 就已經開始… 裝些香 我其實突然聽到呢 有很多狗在後面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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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陳師傅就會用一個 太閣的八科 這樣就在這裡寫一個牌 而呢 就將一些神請出來 又再… 將這些靈體慢慢引進去 有什麼狗在後面吠著 最底那層 嘗試一下 跟三位的靈探 溝通的 原來有很多酒 原來 他們… 因為一會兒 他說靈體很喜歡 喝酒 平時我們看電酒 下去很多的 是 師傅要些甚麼 椰青 哦 椰青 現在用了 是的 用椰青 我想問師傅 椰青用甚麼呢 椰青用來供餓鬼道 我看見師傅把椰青水倒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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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兜裡 為甚麼要用椰青水去供餓鬼道呢 師傅,聽到嗎?師傅 你說吧,你說吧 我們在上面做儀式 你說吧 我們現在開始打橫著了 是呀,沒錯 因為師傅現在不停在念經 然後慢慢慢慢就會把 他現在開了一個餓鬼道 然後有需要的餓鬼 就會慢慢離開 師傅… 我們現在看到師傅不停在念經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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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請神 然後他們就嘗試跟靈體溝通 我估計呢 我們很快就要… 是呀 是呀 好 好 稍後回來呢 我們繼續來到現場 就繼續陳師傅開了惡鬼道 而下面的三個靈探 當中包括可宜 就會嘗試跟靈體溝通 師傅,現在Kent的情況 是不是已經完全安全了 是,沒錯 我已經幫他做了一次加持 以及已經淨化了他現在的磁場 那Kent呢 你自己的感覺 現在會不會好很多了 好很多 立刻那個… 即是那種… 我剛才被電的那種震的感覺 沒有了… 沒有了… 是呀 但是我看你都… 沒有在震 但是我看你臉色依然都是很青 但是其實作為一個靈探 你是成功了 你以為你真的可以 成功跟靈體接觸 算是呀 是啊 我們也很感謝你 因為你真的非常勇敢